我怎么可能会虐待它呢 我们一起吃饭 一起睡觉 它每天都会等我回家 和它一起度过每一天 我们一起起床 一起闪月光 那我觉得 它不仅仅是我的小狗 更是我的心灵寄托 我怎么可能不对它好呢 它是一只约克夏 属于长毛犬 它从小就变小变 已经成了习惯 这样的话毛发就不会打结 非常好打理 你要问我这么麻烦 为什么不把它的毛剪短呢 从它两个月的时候我就养着它 从小养到大 真的像我闺女一样 我就是希望它每天都漂漂亮亮的 它虽然是一只小狗 但是它惊着呢 不舒服它会叫 觉得辫子紧了 它会用爪子抓 而且每次我真的不会给它编得很紧 我的小狗啊 我比谁都更爱它 怎么舍得它不舒服呢 它每次都会乖乖地等着我给它扎头发 它好像知道它很漂亮的样子 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都不同 每个狗狗的也不一样 每天下班我都会赶紧回家 我不想让它等我太久 每天回来先为小花吃饭 再给它擦眼睛 头发乱了再梳梳头发 这样的日子可能每天都一样 但是在它看来 我每天回家都是它新的一天 开心的开始 嗯 感谢观看